我们今天来介绍也是一种常见到的这个平面运动的一个例子 称之为等速率的圆周运动 我们先来了解什么叫做等速率的圆周运动 那这个顾名思义它的轨迹是一个圆形的轨迹 那这个运动体我们就当做一个指点来看待 它跟这个定点这个是一个固定的点 它存在不存在并没有关系 我们假设它是不存在的 虽然它不存在但是我们也是假设它有一个点 它跟它的之间的距离呢一直维持一个固定的距离 那对着它呢做一个环绕性的运动 但它还有个特点就是说它绕一圈的时间 我们称为周期 周期就是说它绕一圈的时间是固定的 那这样的这种运动方式呢 我们称之为等速率的圆周运动 那造成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个中心点 跟它之间呢产生一个垂直的一个力 就等于说这个运动体呢 因为它的速度实际上是往这个方向 如果它是做顺时钟运动的话 它的速度的方向呢实际上是往这边的 好这个速度呢我们又有一个名称称之为切线速度 就跟它的轨迹呢是相切的 但是它始终受到一个垂向力的作用 这个垂向力呢我们就称之为向心力 我们一般习惯呢用FC来表示 就是说不管它运动到哪里 这个中心点呢 比如它运动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这个中心点始终就是有一个垂直力 虽然它的运动方向是往下的 那也因为这个垂直力的关系呢 所以就会把它继续往这边拉 所以当它拉到这边的时候 这个垂直力呢 因为它运动的方向实际上是往这边的 这个垂直力呢又会把它再拉上来 拉到这个位置 然后当它达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它本来是应该往上升的 但是因为这个垂直力的关系 又会把它再拉回到原来的位置 那因为这个垂直力呢 始终保持不变 它是一个固定的力 虽然方向并不固定 它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力 所以它所产生的加速度呢 是固定的 这个加速度呢我们称为向心加速度 向心加速度 那又因为呢垂直力呢 跟它运动的方向始终保持垂直的一个关系 速度不会改变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它始终有一个垂直力 因为根据功能定理的解释呢 垂直力对它来说呢 不会产生做工的关系 所以它的速度呢 可以一直维持固定的一个速度 在做这个圆周运动 这是它的原因 那根据公式的这个推导呢 它的速度呢 我们用这个公式来计算 因为速度的话就是轨迹的长度 因为它绕一圈的这个长度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圆周长 就是二拍啊 那绕一圈的时间呢 就刚好是它的周期 所以我现在举一个例子 假设有两个运动体 它们始终维持同步的关系 同学有听过同步卫星 我们假设有个运动体呢 这个假设是地球 那地球的上方呢 有两颗卫星 那一颗卫星呢 它离开地球是比较近的 这颗卫星 这颗卫星我们假设是A 那这颗卫星呢 假设是B 而且始终两个都是维持同步 所谓同步的意思就是说 它们绕地球一圈的时间呢 是相同的 那你可以发现呢 这个A的距离呢 它比较短 那B的距离呢 它比较长 所以你可以发现 B卫星它绕 它的速率呢 一定绝对是比A卫星呢 要来得大 要来得大 因为它既然要维持同步 所以你就可以发现 当我们在赛跑的时候 为什么大家要抢跑道 抢跑道的原因就是因为 它这个距离呢 会比较短 距离比较短的话呢 它的这个绕一圈的时间呢 就会比较短 所以它比较容易得到第一名 那至于这个加速度呢 它这个向心力所产生的加速度呢 我们称为向心加速度 它的计算方式呢 是用这个速率的平方呢 除上它的半径 除上它的半径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V呢 用这个2πR除以T带进去呢 所以它有另外一个公式 就是T平方分支 4π平方啊 所以从这个公式的推论 你也可以发现两颗卫星 因为B卫星呢 它的这个半径呢 比A卫星的半径呢 要来得大 但是它们的周期是相同的 所以你可以发现 B卫星的加速度呢 比A卫星的加速度呢 要来得大 这个单元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B卫星的加速度